大家对于女明星这三个字 加了很多不同的字眼在旁边 演艺工作上面付出的东西 不是只是为了豪门那些事情 比如说你第一次婚姻 像你说你可能在那时候 就渴望某种安定的生活 那后来公众就会说 看说要嫁入豪门 结果可能是个伪豪门 那种评价对你有没有伤害到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嘛 因为对我的心态 跟我想要的那个生活 不是像大家讲的 所谓的豪门那些事情 我从以前工作到现在 就是这样子 我赚的钱自己花自己习惯 我的时候不晓得是说 当它的条件是好的 不是大家所谓的豪门 可是你们硬要讲说 女明星跟豪门 是一定化等号的时候 蛮受伤的吧 就是那种白口莫辩 让人很抓狂的 你没办法讲 因为可能这些 就是大家的一个既定印象 或者是举例 谁谁谁也是这样 谁谁谁也是怎么样 我再怎么讲 大家还是很多都是这样想 所以我后来也选择没关系 就是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当初的选择 是因为我们两个的缘分 我们也是有相爱才会这样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再为这件事情太多的不开心 我还是愿意相信人本质是好的 但是极端的环境会把人内心很多极端的东西激发出来 会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想也许他也不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小孩子的关系 我们两个也聊过彼此的过去到现在 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坏的或者是一个就是恶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子的互动 可能就是不对的时间碰到了吧 因为那天我看你们俩照片 他头发有点白 哦他全白了 就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也许时间跟年纪和精力会把一个人从血气方刚变到沉下来 最后是很温和在一起照一张相 那张相片不是说因为我贾经文很伟大 我能够原谅一切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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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都成熟了 所以叫什么相逢一笑免恩仇 应该算是吧 我说你问我十年前 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像那天毕业这样的画面 我以前也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 真的是这么的平和 而且是彼此给祝福的眼神跟语言在彼此交流 我觉得那是一个不能讲很棒 就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画面